紅色情 很有Q彈 蛋的包一彈 你好像這樣子 有 你好像看了三分 融入你的嘴巴中 你這種換是童話 換是童話 妳要介紹的菜單 松阪珠 妳要介紹這個松阪珠 講這麼多都沒用 你看我們這盤快要哭完 那是真的 用行動來表演 今天的主題就是 正非料理 東興君 聽到我們介紹就開了 現在再來康哥 你搞錯吧 為什麼呢 扣薪水 沒有 因為美食是不能等 好吃的美食 沒有啊 等 好啦 好變啊 高雄啤酒音樂節來了 厲害了 七月六號到八號 是的 每一年我們都蠻期待這一次 這麼好動 真的 老朋友 十萬熱情 十年有你 十年了 十週年了 十週年了 六月六號到七月五號 預售票三九九 很厲害 誰 代言人你要不要講講話 卡士強大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睡覺了 我的四個字 你跟舉牌 卡士啦 這一次卡士有比跨年的等級 有誰 有羅志祥 有 大卡 對 911 有吧 有張位妹 張位瑞 有嗎 有 對 有 你不是代言人嗎 你們到底是不是啊 你們是嗎 有沒有超過超 因為我們 是負責代言的部分 卻在會現場沒有我們 哦 那我們就放棄了 好 相對會比較多人 OK 你們這樣剛剛的默契害我想到 張立東跟楊丞達 對 所以你們兩位是代言人 代言人是他 我是特殊美食的小隊長 所以我們這一次有特別去德國 尋找當地啤酒節喜歡配的豬腳 帶來這個活動現場讓大家一起吃 你有去德國 對對對 我們兩個我們兩個 哎唷 這麼尷尬不如 去德國 這是冒喜啊 不錯 這種好康怎麼會找你 我比較便宜啊 不要這樣講 不要這樣講 基本比較強 再便宜我們也不會找你 哈哈哈哈 Miko 就是說在介紹美食的時候 怎麼做才可以 就是把這個美食介紹得很好吃 讓觀眾透過那個螢光幕 知道它的美味 而且幫它加分 生利其境 燈灰銜角 其實除了這個色香味 你要不要講得天花亂墜之外 重點是喔 你要對這個美食要懂 你要從它的食材開始 就要開始介紹 比如說這是從這個櫻桃萊的 櫻桃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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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櫻桃萊在哪裡啊 櫻桃 十大二人是不是 從食材的部分就開始 這是老麵發酵的麵糰 是 對 然後最好是可以把它注入靈魂 就是你不是講這一道食物而已 你給它有一段故事 背後的故事 比如說這碗肉燥飯不是肉燥飯 它是 就是把它苦爛的功夫要很強 就是 說故事的功力 梨花接木 給觀眾一個想像的功力 生利其境 對 因為我們沒辦法傳達那個香味 對 還有味覺 它吃不到嘛 只用聽的 還有視覺 對 所以你就要把它講得就是面面俱到 是 還有 翔哥 翔哥可以分享 沒有就是主持人的 這個主持的介紹功力要有 當然那個攝影師他們也要互相配合 就是說你把這個菜當然要拍得要非常的好看 對 那熱騰騰的冒煙就是一定要捕捉到的 對 再來就是說你在形容的時候盡可能 我不這樣 我覺得每一個人有自己的風格 我覺得要走自然派最親切派 最自然的你吃到什麼你講什麼 你不需要去欺騙觀眾朋友 因為你如果講得太over 浮誇觀眾朋友來吃 欸 他不是這樣啊 沒有 肉燥飯就肉燥飯 暗燃消耗 那你講的飯根本不一樣 多辣 好像是效果 效果 效果 對啊 像我的方法就是這樣 我吃芒果的時候 我就說它是香蕉 就這樣 那是味覺有問題 跟顏色一樣 什麼方法 好 但是今天我們還是一樣 我們這次這個高雄啤酒音樂節 每一年都會在我們這邊投票 我們這個每一年喔 我們這個每一次都要錄這個資訊 我們算是很神聖的鑑定團 我們都睡不著 我們都空腹 空腹十二小時 這麼緊繃啊 一直說要自己錄睡 我們做的決定是很重要 我們希望每一個店家都得獎 沒有 但是沒有辦法 手心手背都是肉 還是要選出來 對 你可不可以講點有建設的 手心手背都是肉嗎 沒有錯 好的 今天是這樣 就是我們有八道菜 好 待會兒有八位美女 對 美女 好不好 她來介紹每道菜 我們就選擇第一步的選擇 第一輪 對 第一輪選擇 你想吃哪一道 這是第一輪的選擇 來 有請美女 來 第一位 歡迎 我們的東西圈 第一輪 哎唷 高海鮮魚是什麼 最萌生高差的對抗 OK 握手 好 好 來 首先請自我介紹 妳是誰 你好 我家三尾 Tasha Tasha 好想吃 Tasha 你現在三歲嗎 沒有 怎麼聲音好像三歲呢 那既然三歲就抱三尾了 Tasha 哈哈哈哈 你這手什麼話也會不會啊 你這寫三尾啊 震驚一點 為什麼用混著這樣子 沒事沒事 Tasha 嗯 請問你的三尾是 哈哈哈哈 太突然了 三十六 一二十四 三十二 好 我們現在改了 我們今天聊生產 哈哈哈哈 妳要介紹的這一道菜是 我要介紹的是鹹酥豬腳 哎唷 豬腳 哎唷 我跟妳講的我都餓了 聽了都流口水了 是怎麼樣的鹹酥豬腳 怎麼樣呢 它是台菜跟川菜的結合 是最棒的組合耶 哇 豬腳是先乳後炸過後 經過特殊的工法處理 皮跟肉 是用不同的香料堆疊出來 會呈現兩種不同的味道 皮跟肉不一樣 這個就厲害 這很難吧 先乳後炸 對 先乳後炸過後 那它表皮是什麼樣的感覺 表皮是非常酥脆的 哎唷 那肉質是呢 軟嫩 軟嫩 妳講軟嫩怎麼會這麼感覺 再一次可不可以 再一次軟嫩 軟嫩 我有一個不情之情 軟嫩妳可不可以再加個彈牙 軟嫩彈牙 哎唷 快了 我不知道妳在介紹什麼 OK 這一道 因為有鹹酥兩個字 它又酥 它外皮又脆 然後肉又鮮嫩對不對 很嚇緊 對 適合比較解釋 適合比較解釋 因為其實喝啤酒的時候 要吃一點重口味 對 因為啤酒比較淡 你知道嗎 然後喝下去 哇那感覺你知道 吃一口豬 然後咣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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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打 哇賽 那是豬還是 那是豬 所以人家說的這個啤酒 就不見得是喝啤酒來的 是吃太多你知道嗎 太下酒了 對啊 太下酒了 冰冰 嗨大家好 我叫冰冰 冰冰很高 對 今天冰冰要介紹的菜設施 我今天要介紹的菜 是干貝XO獎海鮮總會 哇塞 這個聽起來也很好 這個也下酒了啊 請問一下這個菜是什麼樣 可不可以跟我們形容一下 它這道菜是海鮮的大集合 先用海鮮滷到入味之後 再煎至表面酥脆 然後肉質Q彈 然後再搭配XO獎 然後不過度的加工的方式 然後不僅保持海鮮的原味 然後鮑魚跟干貝還能有爆香的口感 哇 爆香 爆香 這麼高檔的屍體 而且高雄 高雄 海鮮就是 騎啦 你是高雄人嘛 我是高雄的女婿 我老婆是三民區的 哦 現在是爆腳檔的 過年都會回去啊 對啊 高雄海鮮就是厲害 讚 高雄不吃海鮮 高雄什麼都厲害 哦 尤其是音樂節 沒有 尤其是女婿 高雄音樂節當然厲害 高雄帳母娘更棒 啊 沒有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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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超級啊 等一下 來 去大陸玩 你是有喝是不是 還沒開始 他前腳才一搭上飛機去 出國去玩 隔天我就收到 他的那個購物台的那個包裹 是貨到付款 我付 來 好氣 來 真是一個幸福的家庭 這個我們是這樣好不好 我們請醉的 好 請問 這兩個 你選哪一個 我選 蠻難選的 我選 岩酥豬腳 哎呦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聽他形容的 你知道嗎 是先滷在炸 他說表面酥脆 你就會想到 德國豬腳 哦 對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岩酥 是台灣的嘛 岩酥雞有沒有 那種口感 所以說他一定很特別 所以我選豬腳 好 那就這是冰冰 蛤 我們只有對您冰冰有理 那我先走了 對 怎麼沒有情緒啊 我們都還可以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我們想留他 這個女生喔 她的愛情怪是這樣 對 幹什麼 我走了 來啊 真的走了 真的走了 我走了 好的 好無情喔 這一道就是滿突然的 鹽酥豬腳 鹽酥豬腳 由屈中恆做出了選擇 那我們就 各位請到前面 太好了 你們是師傅還是阿榮 拿麥克風 第二代我叫阿成 阿成 阿榮是 我的父親 阿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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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在高雄 阿榮海鮮 鵝肉餐廳 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帶的是 鹽酥豬腳 就在我面前 這個是 對 這個醬是 酸甜辣醬 有點泰式的是不是 是 就是說我們吃的時候 要沾這個嗎 是 但是我給各位建議 先吃原味 當然 我們來嘗一下原味 給我們介紹一下 因為剛剛他們講的就是 你這個肉 跟那個皮 是兩種不同的味道 這是什麼回事 我們解釋一下好 因為我們在炸的過程 表面上有做過油炸的過程 那中間肉是包在裡面 是 比較甜味 然後比較原汁 的肉的部分 是 這塊皮厲害 它這個 這個皮吃起來 真的非常Q彈 真的很Q彈 剛剛介紹說是 川味跟台味結合 你以前是做過川菜 沒有 我們在滷的部分 我們有加甘辣椒 然後花椒 辣子 然後先爆香 確實有那個 辣椒的香 但沒有辣椒的辣 對 對不對 然後它完全的那個味道 都來自於它外面的那個鹹酥 以及那種花生的香味 它有加蒜跟那個花生在外面 所以吃起來有點酥脆的感覺 然後又帶一點台式這樣 很有味道 這個皮的部分 我們先講皮的部分 非常入味 而且真的非常的Q彈 在我們滷完的時候 我們會先把它冷卻 然後分開 然後再來再結合 然後泡一天 讓它滷味 泡了一天 這工法很複雜 那這一道菜多少錢 這一道菜在我們店 一盤是390塊 還算嗎 這麼大 大蜜蜂耶 那這燙啦 我們做良心事業啦 良心事業 豬腳這麼大一盤390 這是酸甜辣醬 酸甜辣醬 它不是泰式喔 不是泰式 我覺得是他們店裡面 獨特製酒 自己創出來的味道 對 自己卡的 好好吃喔 是檸檬擠的嗎 還是是 它裡面有加檸檬汁 是不是 這個酸非常強烈 掌聲鼓勵 哇厲害 厲害 好吃 第一道 哇 這個強耶 剛剛那個 就仿佛一 一個正前擊中我們 這麼強烈 驚為天人的美食喔 是不是 接下來第二組 好 歡迎 來 歡迎第二組東西去 好難選喔 好難選 這衣服還有搭配主題 雞跟鴨的對決 OK 對 哇 哇塞 媛媛 媛媛你好能請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媛媛 嗯 請問芳芳在哪裡 她姐姐芳芳 好無聊 321212332 現在在從事的工作是 model model 專業 有沒有男朋友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喜歡什麼樣的女生 女生 她有配酒是不是 她有配酒嗎 我喜歡 高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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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責任感 好 那就只有黃鐙輝了 178以上 1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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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婚了 你在笑張什麼 幾個孩子 你結過婚了你在笑張什麼 你也結過婚了 你這樣很弱耶 你這樣 你笑張什麼 剛剛就不要站出來就沒事了 來 為我們介紹的菜色是 紹興醉雞 來介紹一下 這叫紹興醉雞是怎麼樣厲害 他是選用那個 放山的土雞大腿 然後去骨煮熟之後 然後加入那個自家的藥材 然後淋上那個醬汁 然後之後呢 要把它密封起來 冷藏四個小時 這麼沸騰 冷藏喔 對 然後馬上密封起來 所以我們吃的時候 它是冰涼的 對 它吃起來是 口感是冰涼的 滑順 可是它不會油膩 然後就很痠口 清爽 不知不覺就會把它吃完 對 夏天很適合吃 我覺得這個很厲害 這個厲害喔 因為高雄是這樣 高雄是天氣不像台北 高雄其實很常溫 很高 所以這個冰冰的 吃下去 你知道 然後那個紹興酒在你肚子裡面 然後開始 因為你的體溫 慢慢的這樣子 熱它 融解它 整個開胃 然後它那個味道就慢慢的散出來 在整個味道爆炸 然後整個那個香氣 從口腔拉到 很好吃 哇塞 你看這種算是胡瓜的甜 算是胡瓜 胡瓜 還沒吃到就講成這樣 是是 您好 請問您叫做 大貓妹子 請問你刺青在哪裡刺 刺青在 我朋友 請你有夠碎 朋友家 沒有關係 朋友家 可以刺青 她是刺青師 對 好的 請問你的三尾是 三十二H二三 H H 是打噴嚏還是 沒有它是 三十二 今天我們介紹這道菜是什麼 冰釀鴨 也是冰釀鴨 也是冰釀鴨 介紹一下 冰釀鴨 冰釀鴨這道菜不常看到 而且你看這樣 表示兩個都是冰鎮的 是 對不對 前菜 有可能 來介紹一下 冰釀鴨 它本身是經過兩個小時的凹煮 對 而且它過程中沒有加一點的水 還有味精 鹽和防腐劑 對 它是非常的天然 味精 鹽都不加 都不加的 然後呢 所以它的口感是吃起來還蠻不錯的 做出來的產品它會鮮嫩多姿 鮮多姿 鎖在裡面 鮮嫩多姿 鮮嫩多姿 鮮嫩多姿後面一定接四個字 嗯 口齒流香 唉唷 這是江湖上的規矩 你把它開吃江湖 你把它開吃江湖 沒有我們江湖上的規矩都要這樣 可以別的啦 還有呢 那味道 它就不用搭配醬汁 因為它本身做出來就已經很棒 等一下 這一道菜在市面上就比較少見了 這確實比較少 一般吃到的都是燒鴨烤鴨 市面上目前還沒有這個味道 市面上目前沒有這個味道 唉唷 全台灣就這一家囉 獨一無二 獨門功夫 獨門功夫 確實沒有聽過冰釀鴨 沒聽過 聽過的請舉手 沒有沒有 還主持美食節目都沒聽過 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 你在吊一聲 什麼 我戴上這個眼鏡看 比較兇狠 好 那這一道菜呢 我們這一組的菜 我們必須請到 我們這個美食節目裡面 最男性 前輩 而且呢 得過的金鐘獎 唉唷 這個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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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個市面上起碼也有六十幾 也是獨家的獨家的 對不對 六十幾個 然後歡迎浩子 喂 沒有浩子 沒有啦 沒有啦 江哥 因為硬要挑蠻好挑的 我也覺得如果在座來挑的話 應該會選擇冰釀鴨 因為沒吃過 因為沒吃過 很少見 那這個紹興醉雞 基本上確實 它是非常美味的東西沒錯 對 它是比較常吃到 那如果我們要嘗鮮的話 我們想要試試看冰釀鴨 想不想吃 想吃 那我們只好跟 遠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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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方在等你 不好意思 是冰冰在等她 好的 那我們這個 選出來的就是我們的 冰釀鴨 上菜囉 上菜 我們就上菜 接下來為各位介紹 菜式冰釀鴨是嗎 是的 這個是我們左營眷村的一個菜肴 但是呢 它是我媽媽傳承下來給孫子 這是真正的眷村菜 那目前在台灣大概 這個做法失傳了 是 因為任何的料理 我想水 味精 鹽巴是基本要素 那這三個我們都把它剃除掉 那這個也是個功夫菜 功夫菜 是不是 完全是要功夫 你看這個顏色 對啊 沒有辦法做成這種顏色 不過剛剛我們講的 這個做工很 這個做工比較繁瑣 原則上 因為它就是要用 一個熱傳導的一個方式 是 我們一個鍋子 只能做兩支 一個鍋子 一個鍋子只能做兩支 那這個 所以說它費工 費食 沒有辦法量產 因為這個絕對是純手工 溫和來做 限量 原則上都OK 我們大概一天 出個80到100支是OK的 哇 那你們幾點要起來準備啊 不用啊 因為我們的鍋子多 鍋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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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麼都想到 就沒想到鍋子多 他們在起碼200個鍋子 因為我們的鍋子多 鍋子多 所以說你看 我們可以把鴨子做到 這個是沒有上任何的醬料 它呈現的是一個焦糖色 你烤鴨都不見得烤得出這個顏色 顏色這麼漂亮 對 好均勻 那也就是直接告訴你 它就是完全入味了 這個僅此一家對不對 全台灣大概就是一家 沒有了 那我想請教一下 國門 它是哪裡人 我媽山東人 山東人 山東 好地的 來 請用 來 終於請用了 等好久了 帶著皮含著肉 我們的肉是軟嫩的 不會柴 對 真的 絕對不會柴 對啊 絕對是鴨肉 然後完全沒有鴨的腥臭味 沒有 那個皮好香喔 好乾喔 那個皮還帶點甜味 對 那股皮味怎麼 哇塞 怎麼會這樣 那個整個甜到骨汁裡面去了耶 好有味道 你可以 好適合下酒 連骨頭都可以 都是有味道 說明一下 因為很多人會把我們家的冰釀鴨 不解成冰糖醬鴨 不一樣 但是我相信在場的各位應該吃過以後 我們沒有任何的醬的問題 沒有 我們就是用一個很傳統的一個方法 用熱傳導 所以說冰是要把它冷下來吃 冷卻 那樣就是一個不加水的一個火候的時間料 所以說我們會取這個名稱是這樣 所以做一個區隔 免得人會認真說 它就是冰糖加一下冰糖 但是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 真的完全不一樣 口味也不一樣 這個一看就知道不是 在這裡 謝謝掌聲鼓勵 謝謝 金金太精彩了 白勢洶洶 啤酒節很強 對啊 今天的都很厲害 對啊 今天的都很厲害 來 下酒 歡迎第三酒 哇 誰可以 來 請自我介紹 您叫做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孫慧彤 慧彤 您的三位是 一進來就考這一題 沒關係 那您的新作是 射手座 三位是 哈哈 多一題而已吧 多一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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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滴 25 34 現在也是職業的模特兒 對 OK 太好了 今天為我們介紹的菜設施 就是 啊有啊 海陸 一樣頂級 謝謝 不客氣 它這個是 融入的那個 四川當地的食材 講到四川啊 四川喔 四川喔 你們都很厲害了 什麼意思 四川什麼食材呢 它是用頂級的熬製成 因為它就是四川 大家都知道會麻跟辣 所以它的口感 花椒 對 它的口感呢 非常多種層次 然後它就是讓你喝下去的時候 好像融入了大海的味道在裡面 還有 大海 那你這個是海陸 那就三生海味了 對 它非常頂級 所以你吃下去的時候 我們都說吃進去 你好像看到山跟海 都融入了你的嘴巴中 這麼會心 哇 這麼厲害 那這個 很霸氣的料理 能吃到就是 真的是一種 餐身有限 緣分 福氣來著 上山下海的享受 來接下來 婷婷是吧 請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是婷婷 是的 請問您 您的星座是 雙魚座 雙魚座 你目前的職業是 Da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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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Dancer兩個字 後面就要接 您的三位 還是要問這個 32D 24 35 好 那今天我們介紹的是 什麼樣的菜色 香辣的豬牛雙乳 豬牛雙乳 對 特色是 它的那個牛肚跟大腸 都是用多次的清洗 然後更熬煮的 乾淨 它的湯頭是 十幾種藥材 十幾種藥材 去熬煮的 所以那個非常入味 然後你吃起來會 Q彈 多汁 多汁 軟嫩 軟嫩 會很Q彈喔 重複了一遍 很Q彈 要強調喔 厲害喔 因為重要 所以簡單 對啊 重點要強調 然後 它的口感是 辣的嗎 辣的 然後層次分明 因為香辣很適合配與酒 是 你懂 你要吃一點香辣的東西 然後馬上轉身 咔咔咔咔咔咔 兩聲 重口味 太好 轉身變粗 又變粗 只是單純想喝而已吧 你們兩個就單純想罵我們 沒有沒有 consequенты 就靠速 嗚咔咔咔咔咔咔 大家都這樣 對 人身攻擊 雙辱 來 接下來要選擇 哇 我們這次請到 可以嗎 你師傅 怎麼會來選 你比較喜歡哪一個啊 好難選喔 這真的很難 我個人對食物來講是海路 但是我其實是比較喜歡 穿黑色的這個 所以您選擇的是 喂 真的啦 快點 真的啦 我覺得海陸吃起來 會比較適合 比如說 你要紅酒 白酒 海鮮跟 海鮮就配白酒 對 啤酒算白酒囉 對 決定喔 慶慶 他講這麼多 還是 不好意思 他會帶你去吃海陸想念 在一個帥哥之中 永遠有一道無情的牆 讓你 壁咚 有空咚 難過 謝謝 不好意思 好 謝謝 好殘酷喔 不夠專注是不是 來不及 把那個牆想一下 好生動 所以我們是海陸 討厭 想念 想念 來 上菜 YEAH 想念 來 店家帶走 您好 您好 您問您是老闆娘 股東之一 股東之一 對 那就是老闆娘嘛 對 是 幹嘛 對 動作 股東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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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枝枝紅 海陸 想念 這個就是我們的擺盤對不對 主推的 海陸裡面會有豬雞牛 然後這是牛 這是牛 對 要吃牛的請舉手 還想吃 我也 那妳看我們幹嘛 這什麼 這個 怎樣 趕快 這個可以在湯汁裡面 稍微 稍微再 這三步一下是不是 對 這可以吃原味 這看來有點辣 如果說 原味吃完以後 可以想再吃更好的口味的話 可以沾這個蒜泥香油醬 可以更入味 好香喔 對 好好吃喔 這是雞肉 雞肉餐 對 好貴喔 對 這雞肉串 那個麻味 好貴喔 我們剛剛介紹過 我們所有的 翔哥不能吃辣 四川最有名的 皮屑豆瓣醬 包含四川最有名的花椒辣椒 我們都是全部從四川進化 這個 非常道地 所以是非常道地的四川口味 那這是什麼肉 這是豬肉 那我們的蝦是天使紅蝦 天使紅蝦 對 這豬肉好嫩喔 辣 辣 它那個後勁也很強 不是辣 麻麻 是麻麻的 麻麻的 越來越香 可是後勁很快就結了 很舒服 對 不是那種刺痛的 對 它不會辣到你的 蝦蝦蝦蝦蝦蝦 要加這個 這個什麼 那會解辣嗎 會 蒜泥 會 會解辣 找說嗎 這樣蒜解辣 會 我們說蒜泥又不一樣了 對 口感是非常成縮 更辣對不對 很喜歡蒜 我們辣是很有層次的 這一道菜最主要是在整個 整個四川麻辣的那種香氣 對 你這一 剛剛我第一口 這個牛肉一進來 沾附它整個下面的辣汁有沒有 彷彿是四川麻辣火鍋的 對 整個香氣是有 香氣 這太厲害了 很到底了 我們的 可以調小辣一點 不行 還調小辣 鍋底是不是 要把小辣 對 鍋底目前是固定的 對 為什麼還吃得到肉汁啊 因為我們有醃漬過 先把那個汁打進去 所以會鎖住那個肉汁 然後再去做燙 它去做燙的動作 QQ的 有夠好吃的 夏天吃這種有沒有 流一點汗 很汗 很爽 很舒服 這時候轉身嗎 啤酒很空 很空 其實要點辣 其實會開胃的 對 一隻接一隻的 好舒服 剛剛吃了一隻蝦子了 怎麼樣 別看這個蝦子這麼大隻 完全不緊 鬆鬆的 它是 鮮嫩多汁 對 好想去你們店裡面 我跟你講 這個蝦子厲害在哪裡 在哪裡 它在於味道那麼強烈的 這些四川麻辣的 醬汁包覆之下 居然還包含它原本蝦的 這個香甜味道 對 沒錯 對不對 這蝦子厲害在這裡 外面有那個麻辣香裡面 有原本的蝦的鮮甜味道 真的 這很強 被那個辣子包覆 看給你下次來 不僅招待你 這樣很厲害了吧 他的意思就是 他的意思現在在問過你全家 他一直在問過你 關心 但不是關心 關心 關心 對 謝謝居一哥 來 謝謝居一哥太棒了 謝謝 好 掌聲鼓勵 謝謝 好滿吃 你臉都紅了 出汗了 有沒有 清晨代謝 不瞞你們說 真的你最多 全部都吃一輪 我全吃了 吃一輪 就差蝦子沒吃肉 蝦子我讓給翔哥 謝謝 真好吃 來 歡迎下一組 歡迎 咪咪喔 嗨 咪咪妳好 什麼意思 是咪咪啦 咪咪啊 好 好 那請問一下 你現在學生嘛對不對 對啊 OK 您這三位是 三四四一二二 二二四啊 三三 你生什麼氣呢 不是 我脫了 你要怪誰了 你怎麼怪二六六的 你個人講錯 你罵我 跟自己賭氣 好 沒關係 來 這個新作 雙魚座 OK 我就記得它雙魚座 雙魚座嗎 對 好 實然那一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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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這才是 你有看過狼牙棒嗎 對 請問一下 今天要介紹的菜是什麼 泡菜豬肉 泡菜豬肉 還有說錯了 泡菜松拌豬 好 好 一樣的意思 泡菜松拌豬 不是 它緊張 要學生了 泡菜松拌豬 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道菜的特色是什麼 就是 松拌豬 你是後面 你自己看九千粒 你自己看九千粒 松拌豬它有 它有兩個那個 重要的元素 脖子肉 脖子肉叫 有豬型肉 豬型肉 然後 我跟你說 就是 好 我們聽 你把那個豬肉 放下去跟泡菜 放下去 加那個辣椒醬 然後炒炒炒 哈哈 好香 然後好吃 炒炒炒 是 因為加了泡菜 它是韓式的嘛對不對 對啊 對 然後它這個松拌豬是這樣 以前那個松拌豬 不叫松拌豬 以前叫豬井花 豬井花 因為它的花的那個 就是幾乎它的那個油脂 油脂 雙醬的頭 是這幾年才就是 松拌豬 而且這個東西吃下去 我告訴你 不得了 因為光聽到泡菜 加上豬井花 松拌豬來講 是口水之流 絕配 這個太好了 你介紹完了嗎 還沒 還沒啊 還有啊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有什麼特色 最後的重點 就是 豬肉會 沉浸在泡菜的酸甜中 喔 很汁 這句好重要 是 是不是 最重要的一句話 你講出來了 謝謝 你為什麼錄影之前要喝酒啊 對 沒有 我不知道為什麼今天那麼緊張 很緊張啊 太開心 我之前都不會 對啊 因為你們靠我太近了 靠太近了 我們去樓下 幹什麼 我們去樓下錄 身上的色香 給人家一點空間嘛 對啊 戴希 你怎麼直接往下錄 就這樣往下錄 等一下 戴希 您的三位是 32D 24 34 目前應該是專業model 欸 兼職 那我就放心了 只要不是學生的 他還翻白眼 翻白眼給你 以為你這個星座 巨蟹座 那我就放心了 如果不是 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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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妳要介紹的菜是 介紹的菜色是 味噌豬肉燒 哦 特色跟我們好好報告一下 這道菜厲害了 厲害了 厲害了 它是用 日本愛滋餡的赤味噌下去做的 哎唷 然後再經過炭火炭燒 那那個炭火炭燒的時候啊 那個豬肉的油脂 就會滴到那個炭火上面 然後瞬間就會 有那個煙燻的香氣 哦 我懂的意思 就是炭滴到豬的油脂之後 它就噓 跟炭 順便造成了煙燻的效果 哇塞 嗯 焦香味 這個跟啤酒在一起 我跟你講 又是一堆雙胞胎 漂亮喔 是不是 這個時候 我們又要做出選擇了 我知道我輸了啦 啊 怎麼會這樣呢 你幹嘛都自己沒有自信 因為因為你一直問他都沒問我 我怎麼會這樣 你不要這樣 我怎麼會這樣 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笑笑嘛 你都一直罵我 我哪會罵你 我不是罵你啊 我哪會罵你啊 我怎麼跟孫宇宙一樣 不能是選生 給他你是不是要照了嘛 他 沒事 你把你再弄哭了 大家可以在那裡啊 沒事啊 我哭一下就好了 剛才我們跟你站在一起 我哭的時候 你嫌我們站在一起 可以假哭 我們到旁邊妳又不行 不要 不用 不要 那請問一下 今天妳來的時候 是坐什麼車來的 我搭高鐵來啊 高鐵喔 從哪裡來啊 我從台中趕上來 那很遠 那等一下沒有高鐵回去了 對啊 沒有 我今天朋友 會回台中順便 那我再請問一下 妳高鐵來的時候妳就 你不要因為這樣 我就會一直在亮你 好啦好啦 是來的時候 幾乎會被抓包 飛龍 那妳們是老鄉好是不是 好奇怪的對話 很像情侶在這裡 對啊 特別其實介紹 那妳坐高鐵 老鄉好 那妳坐第幾節車場 來繼續坐 你不知道 8246 8246 應該嗎 三次都給妳了 很好 待會兒有朋友在台北嗎 有啊 那妳要住住她家 沒有 我要住回家 住回家 順路 回家住了 順路 順路載妳回台中 哎呦 辛苦了 對啊 她住我家隔壁而已 哎呦 這麼巧啊 超巧啊 怎麼會有這樣遠分 後出兵啊 對啊 嗯 哎 妳別再問了啦 好 哈哈 哈哈 妳不是說都不問了嗎 不要 差不多 有比較舒服 她是妳的天敵 對 對啊 很少遇到這種 天菜 這可以做一集喔 她的中文名字叫做什麼 什麼呢 難伺候 哈哈哈哈 來 這一道菜 我們一定要請一個人出來選 這難選了喔 來 來 演藝圈最有名的曾多瑜 不是 曾子余 來 我這樣有點不太敢選 她會哭喔 不會啊 不會 妳好好選喔 我只是針對菜喔 我沒有針對妳這個人 沒關係 我是會比較想選 想選 想選 想選味噌 走啊 還沒講完啦 還沒講完 因為我吃的東西比較主觀嘛 因為我對味噌 她剛剛有講是日本來的嘛 而且她那個烤油炭香 有煙燻的感覺 所以我比較想要吃那道啦 你的也很棒 所以你選的是 味噌豬肉燒 我收工吃你的 真的不會做人 我收工吃你 很惡劣 對啊 是我們都想炒菜 不是 我也是說你做的 我們挺你 這家伙我跟你講真的 哎呀 但是你朋友來了 對啊 哈哈哈哈 朋友來了 哈哈哈哈 不過你也還好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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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請上菜 早點回台中了 哎 歡迎 易俱俊 我們好 這位是太太 妹妹 妹妹 麥克風 妹妹 妹妹 單身嗎 哎呀 那個哥哥真不像 哈哈哈哈 什麼意思 哈哈 漂亮 你們是兄妹一起開店 沒錯 OK 兩位都姓陳嗎 是 要不然 哈哈哈哈 好巧 好巧 我接斷式訪問 兩位都姓陳外 沒有 那不是尷尬了嗎 對不對 真的是熊妹 我知道 那妹妹現在有男朋友嗎 結婚了 對 我們沒有男朋友 已經結婚了 哎呀 那麥克風 還給我們 哈哈 我們專心介紹 來 本來就應該專心介紹 我們可以吃的 來 請吃了 好 我們先嘗一種 好不好 請問師傅 這個肉是用豬肉的 哪一個部位 哪一種豬肉啊 屏東養殖的黑豬 黑豬 黑毛豬 所以它是它的三層嗎 還是 對 我們把它去骨 去皮 然後去掉軟骨以後的豬五花部位 豬五花 厲害 肥肉的部分 因為經過這個炭烤之後 是 外面就帶點焦焦的 那種口感 脆脆焦焦的口感 但是咬到裡面以後 當你咬下去那個 肥肉的部分呢 它因為它多餘的油脂已經出去了 但是經過你的主角這樣子擠壓之後 它那個剩餘的油脂再出來 整個濕潤你的口腔 是 好舒服的感覺 而且它甚至好像還有帶一點點辣的感覺 微辣 微辣 對不對 而且你不要只是在乎說它整個豬肉 那個味噌香 它這個蒜片要煎成這樣 薄薄的脆脆的一片片也不容易 這個我曾經 這個我一口一進來 我曾經想到一個畫面 什麼畫面 就我曾經在日本 神戶牛的時候 炫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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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一下看 神戶牛怎麼樣 神戶牛 然後它三吃 其中一吃就是沾著這個蒜片一起入 所以它這個 這個蒜片也是類似這種 這個等級是 有同意是國際化的 我跟你講今天你們爽造勤 到我們三個人在這講 這個菜真的是 把你講到靈驗 真的 但是講這麼多都沒用 你看我們這一盤快要吃完了 哇 用行動來表示 支持 慌了 不要硬講 他會怕Cue到他 先講誰 他就一直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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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真沒得講 真的好吃 好好吃喔 而且這道菜也 自然停不下來 對 那你們為何停下來 沒有 我們是看你感覺要做Ending 我們就可以 來吃吃吃吃 謝謝 好好吃喔 吃吃 停不下來 怎麼我要做Ending還成功 還成功 還成功 你大哥你怎麼整人 慢慢互互互 你還玩笑的 掌聲鼓勵 好 各位 怎麼樣 緊張的時刻到了 現在我們要一起 幹嘛 去做一件事 什麼事 那件事情 可以講快一點嗎 投票 投票 不要互互 最重要的時刻 來 請投票 OK 各位 目前 在這個時刻 你們是世界上 最重要的六位人 唉唷 因為你們要進行這次的投票 各位手上都有一張 非常神聖的 也非常神秘的 票 票單 來 請 請選擇 請問一位可以選幾個 可以選幾個 一個人勾兩個 兩個比較好 不然太難選 對啊 不然是 其實勾兩個也不容易 激烈 一年比一年還激烈 對啊 我們給各位10秒 這不計美 你們在後面偷看 好好選啊 對啊 時間到 還沒啊 我也會投不就我被票了 不能猶豫 在爭取 我好了 我好請投入紅筆 跳下 你那是什麼責罰 投給我紅筆 不計名投票 來 只有張立東 不計名 但是只有他一個人 他拿紅筆 你要公布 他拿紅筆 快點 公布來了 那我們就 不行啊 不行 公布嚴格 拜投票 第一張 紅筆 言書豬腳 海陸 響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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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張 我完全知道是誰投 哈哈哈哈 因為只有他沒有責 欸 誰 欸 我有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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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責吧 你沒有 有 言書豬腳 不行這樣 海陸響宴 抓包 不 不計名的啦 我有責啦 你有責是不是 有啦 冰釀鴨 有囉 有囉 海陸饗宴 哦 有喔 欸 哈哈哈哈 冰釀鴨 哦 哎唷 味噌 豬肉腮 國眾之間啊各位 言書豬腳 海陸饗宴 哦 這兩個 這兩個 這兩個好像比較多一點 最後一張囉 關鍵 這個可以決定 最後的命運 這個有這麼 你 你是老話啊 老話 言書豬腳 海陸響宴 這個 哦 哎唷 有明顯哦 比數是 好 那我們要恭喜的是 海陸響宴 與言書豬腳 掌聲鼓勵 哇 但是在這裡強調一件事情 今天我們介紹這四道菜 我相信他們都是在高雄 數一數二的美食 都好吃啊 這個 很難選 因為美食這個東西是這樣 見仁見智 個人 不是這樣見仁見智 要講個人主觀意思 對 像有些人敢吃辣 有些人不敢吃辣 有些人喜歡甜 有些人不喜歡甜 所以說我們只是一個形式上投票 我們投出來 是我們目前的我們的意見 但是我跟你講各位觀眾 這四道菜 我個人 掛保證 沒有一道不好吃的 當然 認同 當我掛保證 就表示說 他們六個 都掛保證 我們也都還在裡面 是 當然 同意 那我們恭喜之外 我們還要講 7月6號到7月8號 高雄孟時代正對面廣場 要舉辦我們的 高雄啤酒音樂集 好 好 記住 綠售票在6月6號到7月5號開始賣 對啊 然後一張399 本來是600變399 對 那如果你用這個華南銀行呢 會打9折 然後就跟高鐵這個套票 不是做是打8折 對 希望我們的這個高雄啤酒音樂集 大家去的時候能夠盡興 然後也希望這個活動越搬越久 因為他在台灣 南台灣來講是一個 每一年重要的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活動 對 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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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